大家好,我是MASA 這一次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惡魔的食物 日本的網路上常會遇見這種 悪魔のシマシマ的字 意思是簡單說 晚上不太適合吃很多 但是非常好吃無法停下來的食物 常會用這種方式表現 其實這裡已經有介紹過很多類似的料理 常會看到大家留言 為什麼這麼晚看到這個影片 睡不著等等 不好意思,這次影片又是那種的 那麼大家要心裡好好準備 開始看囉! 先準備簡單飯式的Cocktail Sauce 如果有的話可以加入Horse Radish 就是西式的山葵 如果有的話會把握出來 放在ここ可以加入Horse 向下 沸騰 配飲 1.5匙 再次处理很多小小的食物 用袋子的话可以快速均匀涨粉 去掉多余的粉之后 袋子跟多余的粉可以冰起来 下次再用 但吃太浓的话 这种小的食材不好均匀粘起来 做成细一点的话比较好处理 剩下的蛋汁也可以再利用 明天做奥姆蛋时候加进去就好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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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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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泡出來慢慢變成金黃色的話 就有到室溫 用烤的方式加熱也可以 之前有介紹過烘烤方式的豬白 請參考一下 基本上海鮮類 尤其是這麼小的蝦子 很快就熟了 兩面變成金黃色就可以馬上拿出來唷 怎麼樣子裝起來都可以唷 這一次我用了油溫熱的烘焙紙 接著很快 再注一次 尤其是不要加熱到高溫 看到都融化就可以拿出來 便吃好 油溫熱的烘焙草 幾次不用加熱到高溫 OK 这样子就有非常好吃的 Akumaのポップコーンシュリンプ完成了 表面非常的酥脆 里面是很juicy 把这个Cocktail Sauce蘸起来更好吃 这种食物一定要搭配啤酒 一边喝一边吃 真的无法停下来 其实这样子吃的话还正常的 吃起来比较不会有那么guilty的感觉 但是把这个起司酱顶上去 就变成Akuma no Ya Shoku 蔬菜的食物跟番茄酱跟起司 不用解释大家都知道多厉害吧 这种料理当万圣节的餐也很适合 大家可以试试看咯 谢谢